都说养儿防老,但是还真不一定,现在有些男人给父母养老还要经过妻子同意。 父母拿出所有积蓄给儿子买房,买车,买完之后,父母有可能连享受这些的资格都没有。 郑阿姨的儿子和媳妇赶她回老家,不让她在儿子家住。 这样的举动伤了郑阿姨的心,她就把房子卖了出去,让儿子和儿媳搬出去。 郑阿姨和她丈夫非常恩爱,她丈夫的离世对她打击非常大,一直走不出来。 郑阿姨觉得家里每个地方都有她丈夫的影子,这让她总是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。 郑阿姨的好友经常来开导她,陪伴她。 好友知道郑阿姨的想法后提议让她去她儿子家住一段时间,换换心情,总这么伤心,对身体也不好。 好友的提议让郑阿姨觉得非常有道理,她就被儿子打了电话,然后收拾东西,就去儿子家了。 姚海把母亲从车站接回家,嘱咐母亲别太伤心了,要保养好身体。 郑阿姨很欣慰,觉得还好有她儿子在,她心里还能多一些宽慰。 周日下班回家一看到,婆婆脸瞬间就拉下来了,问婆婆怎么来了。 姚海连忙说她母亲过来住一段时间,换换心情,调节一下情绪。 周日没说行也没说不行,皱着眉就回了她的房间。 烹衣生关上的房间门似乎表达着她的不满。 姚海尴尬地朝母亲笑了笑,让母亲别误会,小丽她肯定不是冲您,估计是今天上班遇到不开心的事了,您别多想,安心住。 其实这还是郑阿姨第一次来儿子家住,她以前觉得和丈夫两个人在老家住得很舒服,也没必要来城里看儿洗脸色。 但是现在,郑阿姨一想到她丈夫就忍不住开始难过。 周日很不习惯家里多了一个人,觉得很不方便。 而且,最让周日头疼的是她有解体,婆婆用过的东西她总会觉得脏,每次都要拿酒精试巾擦了才行。 这给周日的生活也平添了许多麻烦,她每天回家都很烦躁,眉毛就没舒展过。 郑阿姨好心帮小两口刷完,其实刷得很干净,但还是被周日嫌弃脏。 周日指责姚海为什么不刷,她瞪了姚海一眼,就去厨房把所有的碗筷都拿出来重新刷了一遍。 郑阿姨躲在房间里听着厨房摔摔哒哒的声音,像个犯错的孩子。 周日和郑阿姨的生活方式不太一样,周日看郑阿姨就越发不顺眼。 周日总是会话里话外地嫌弃郑阿姨,郑阿姨忍无可忍的时候也会训斥周日不尊重长辈。 郑阿姨止住了一个月,她和周日就已经发生过好几次矛盾了。 郑阿姨干活的时候,周日嫌弃她干得不干净,还说她把工具弄脏了。 说了多了,郑阿姨就不敢再动家里的东西,也不再主动干活了,周日又抱怨她不知道帮两个人分担。 总而言之就是在周日眼里,郑阿姨只要在这个家就是怎么样都不行。 郑阿姨和周日已有矛盾,姚海要不就是不管,要不就是两边祸犀腻。 姚海是个怕媳妇的,她也不敢说周日什么,甚至每次都要哄着周日。 周日经常挑正阿姨的毛病,这让郑阿姨过得非常憋屈。 郑阿姨本来是想来儿子家调整状态的,但是在儿媳的态度让她更想不开了。 郑阿姨以前可从没受过这个委屈,她一直是被她丈夫宠着的。 就算是老夫老妻了,郑阿姨的丈夫也会把她当个孩子惯着,这就是郑阿姨一直走不出来的原因。 郑阿姨没想到被宠了大半辈子的她要来儿子家受气,就打电话给好友诉苦。 但是这些话全被周日给听到了。 周日又一次在家里发了火,还摔了东西。 周日也不顾什么长辈不长辈,她斥责婆婆吃她的助她的,还要和别人编排她。 周日让婆婆赶紧回老家,别在这碍言。 郑阿姨也很生气,但是并没有像周日那样撒泼。 周日看婆婆没反应,就一手掐腰,一手指着姚海说,赶紧让你妈回老家,你妈不走我就走。 要不就赶紧让她回老家,要不咱俩就离婚。 周日一提离婚姚海就害怕了,她连忙安慰周日,让周日消消气。 姚海哄完周日就过来和她母亲商量,让她母亲回老家住。 郑阿姨看着这样的姚海气不打一处来,说那她要是就不走呢。 姚海要求母亲说,妈,算我求你了,你快回老家吧。 你要再住下去,小丽妃和我离婚不可。 郑阿姨越听越气,一拍桌子说,这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,你们俩都给我滚。 周日却不当回事,说别吓唬她,就给郑阿姨一个星期时间,赶紧搬回老家,不然就和姚海离婚。 姚海和周日的所作所为让郑阿姨感觉寒心,郑阿姨一气之下把房子卖了。 郑阿姨说她把房子卖了,让姚海和周日抓紧搬家。 郑阿姨说完就带着东西走了。 此话一出,姚海就愣住了,她带愣愣地和周日说,现在咱俩都得走了。 姚海和周日面面相去,不知道郑阿姨说的是真是假。 郑阿姨没有回老家,而是找了一家稍高档的养老机构住了进去。 在这里,郑阿姨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心情也渐渐明朗,脸上笑容也多了。 而被郑阿姨收回房子的姚海和周日小两口只能租房子住,可笑的是周日的解体也从租房子开始就没有了。 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。 父母给予我们生命,抚养我们长大。 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报答父母,在有能力之后为父母撑起一片天。 我们要让父母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,让他们去过好他们的生活,不要再为子女劳心劳力。 父母上了年纪之后,就要享受养老生活。 一,摆善孝为先,一定要孝顺父母。 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 我们从小就学着二十四孝的故事长大。 像卧冰球礼,器官寻母,亲肠汤药,这些故事我们耳熟能详。 成年人不能只为自己考虑,不能只顾着自己享乐,让父母不断地去妥协和付出。 这就是不孝顺的表现。 我们不能那么自私,父母也有脆弱一面,要多考虑父母的感受。 当父母的年轻时,要努力挣钱供儿女成才,中年时要拿出家笔给子女买房,结婚。 如果老了还不能安心养老的话,那该多让父母寒心。 就算父母没钱没能力给子女更好的生活,那子女也应该孝顺父母,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。 而掏空一辈子,积蓄给儿女买房的父母,就更应该被好好孝顺了。 父母为儿女付出了这么多,子女若还不知道感恩的话,那还配为人子女吗? 二,中老年人要学会为自己而活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,上了年纪的人也不例外。 中老年人要有自己的生活,不要总是围着儿女打转。 辛苦操劳了一辈子,该谢的时候就要先,该享受的时候就要享受。 中老年人不要把所有的积蓄都给子女,要给自己留有足够的资金。 这样晚年生活才能更有保障,才能无忧无虑地享受养老生活。 不管哪个年龄段,钱都是很重要的存在。 中老年人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,才能舒舒服服地养老,才会更有底气。 中老年人需要做的就是摆正心态,不要再操那么多的心,自己过得舒服就好了。 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以前的劳累。